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谢谢 谢谢现场的观众朋友们 谢谢大家 欢迎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 走进天津卫视的大型情感节目 爱情保卫站 我们的节目是由宝石护肤领先品牌 一倍诗冠名播出的 要宝石一倍诗一倍诗弹润保湿水 如果你想参与我们的节目 可以关注一倍诗的官方微信 或者到一倍诗的线下销售网点进行报名 要旅游找图牛 图牛旅游提醒您节目 首播期间打开图牛客户端 赢百元现金券 本栏目由海伦凯乐林志玲 专属太阳镜大力支持 再一次对以上机构的大力支持 表示衷心的感谢 打开手机微信摇一摇摇电视 进入到爱情保卫站的互动页面 精美礼品等您来拿 接下来还是用你的手机 来扫描屏幕下方的这个二维码 添加爱情保卫站的官微 即可网上报名 了解更多的情感故事 与我们的情感专家在线互动 今天我们请到的老师是谁呢 他们是著名的媒体人阿蒙老师 欢迎阿蒙老师的到来 心理方面的专家 百燕仪 白老师 欢迎白老师的到来 还有你们的爱情导师 涂雷 涂老师 欢迎涂老师的到来 接下来的时间 我们就一起来分享 这三位老师的人生智慧吧 了解今天的第一对嘉宾朋友 在他们的情感道路上 遭遇了怎样的困惑 各位请看 我们两个结婚两年多了 总是因为一些小事 闹得不可开交 我媳妇什么都好 就是太神经质了 在她的眼里没有好人 手机怎么又放桌子上了呢 你怎么总是不听呢 吃饭很早放上这包包 我放在哪啊 我放在身后被别人拉走了呢 这包要是让人拎走了 里边东西就都美了 钱包丢了怎么办 银行卡丢了怎么办 还有手机里的微信 人用微信给咱们朋友发信息借钱 你怎么办 我们都想没想过 我跟她说什么她都不行 没有迹象 总是没有一些自我防范意识 所有人都要害她 所有人都是小偷 我就是觉得特别累 真的不想和她继续下去了 我希望她能阳光一些 也能让我们的生活 充满温馨和阳光 希望阳光照进生活 要求并不高啊 掌声请出这对夫妻吧 掌声有请 男嘉宾小李35岁 来自哈尔滨 是一名工人 女嘉宾小宋33岁 同样来自哈尔滨 自由职业 来 有请有请两位 有请 欢迎老妹 结婚几年 两年了 有孩子吗 没有 还没娃呢 打算要娃吗 不打算 我们准备做丁克 是吗 是的 谁提出来的做丁克呀 我们两个是相亲认识的 然后就是见面的时候 我们俩就说了 都有这个想法 那至少说明在这个价值取向上面 两个人是一致的 结婚已经两年了 怎么就不想过了呢 就是一开始觉得挺好的 然后就是结婚以后 发现生活中一些小事 她是神经特别大条 就是那种天下无贼的傻根那种人 不挺好吗 就是她一点自我防范意识都没有 我们两个就是一起出门 都是我天天提醒她 这个不行 那个不行 说完了她不领情 还说我比较敏感 就是我俩经常因为这些小事吵架 就是最简单的 我俩是比如说出门开车 那肯定就是包都放在后排座上 然后呢 那很正常 我就让她把车门锁上 那你说等红灯的时候 万一有个人过来开门 把包拿走了怎么办 她就觉得我是多此一举 那你说用得着那样吗 总觉得怕有人去那个投包抢 你叫这汁干嘛 你摁一下 她应该自动啰嗦 就自动啰嗦了 叫这汁干嘛呀 每次都会在后边跟你吵 你这个必须得这样 然后在家里锁门也是 每次锁门都下楼了 然后她会再告诉你 快去上去再看一遍 再检查一遍 那我不为了安全 就是不放心吗 就也不麻烦什么事 就我家楼层也不高 就二楼 那应该你去看呀 我要是她不在 我自己出门的话 有的时候我会上楼去看 你是说每次你出门之后 都会觉得门没关 然后返回去再看一遍吗 是的 哎呀 我的妈呀 她这个对什么事情 都那个非常那个紧张 你就大街上发个小广告 发个小穿单的 你就伸手接一下吧 又不影响你什么东西 然后她都不让 她说那个发小穿单的 那个不行 就是发的那些东西 都是没有用的 再说经常看一些 有些迷样或什么的 就是很多 在大道上跟你推销什么东西 你看一眼可能就迷糊了 那把你的钱偷了呢 她因为不听我的都吃过亏 她也不听 啥事 就是我俩刚结婚的时候 那个出去度蜜月嘛 当时就觉得 我俩都挺喜欢海的 因为在东北嘛 然后我俩就去三亚了 去三亚到那会儿 结果把卡呀 钱呢什么的全都丢了 我俩在那差点回不来 你还是我呢 你说上三亚 住个宾馆 你说住在宾馆里边 那个锁什么 就可以了呗 锁什么 要用那个窗头柜挡着门 然后外边还得放个凳子 怕进来人 有那么多坏人吗 你出去玩 楼下就是海水浴场 你下去玩就可以了 不要带太多的东西 可以吧 把东西全都带在身上 基本上能带走 对 反正都带走了 哪有那么严重啊 那衣服啥我也没带 我带的都是一些 就是重要的东西 银行卡呀 钱呀 手机呀 我都是带这些杯子 你说你带那么大个包 你说你怎么下水 怎么去海水游泳 那你就是没听我的 我跟他说 你先下去玩 我再按照看着你 对吧 一会儿你再上来 咱俩就是看着这个包呗 他不干 所以说要跟我一块下去 那一会儿下去 这包怎么着 然后他想了个招 说那个 又沙滩吗 埋个坑 把那包埋到下面 那你说 东岳是不是要两个人下水去玩去 你一个人站在那看着包 一个人下水去玩 埋了吗 埋了 后来挖出来的时候包没了 也不能像他 像他说的 用个塑料袋把包装起来 去海里边去游泳去 那是游泳去吗 那是巨子烧啊 你还不如来两个石头了 来得更快 那 那我多沉呢 那他也不能带着他下海啊 这个埋带上也是被人淘汰的 不是 他这个 住的不都有存包的吗 都可以 就是我们去那沙滩 在那没有 当时没找着 那你放在宾馆里就更安全了 我觉得带着这种重要的东西 身份证 结婚证 还是带着身上比较安逸 好好好 反正总之这么听起来 度蜜月度得也不太愉快 是吧 对 相当不愉快 我都心里都有印象 就是在那边都差点回不来了 好 就给家里人打电话 行吧 这怎么了呢 这不都过来了吗 大风大浪的 就有很多小事 他都不注意 就生活细节 你还说呢 他从来都不相信我说的话 就相信网络上一些小文章 我家亲亲给个微波炉 觉得我们就两个人 用微波炉热饭啥的很方便 两个人就吃饭了 他说用微波炉不行 为什么呀 微波炉热饭治癌 治各种各样的癌 不是 不是治各种各样的癌主持人 就是微波炉本身就有辐射 像一般那个家庭 就是孕妇什么的都应该离那个远一点嘛 那我觉得他肯定是对身体不好 那虽然咱们不是孕妇 那也应该注意点吧 再说了 就是搁那个锅热也可以 非用那个嘛 那我就觉得这个东西就 因为是亲亲送的嘛 我觉得也是好意 所以我就给送回去了 送回去了 我就跟人家 我跟他讲了一下这个问题 还给人上课 告诉人家 这个东西那个不好 怎么怎么不好 因为他不知道我告诉他呀 我这不是也为他好吗 我朋友请我们吃饭 去了他去了一看 吃小龙虾 他觉得好 他说 哎呀 这东西不能吃啊 这东西都是那个下水道里 那个长出来的 都是那臭水沟里 那个捞出来的 有什么细菌 有什么那个 对呀 那些鸡生虫 那些脏东西 你没看吗 小龙虾是不能吃的 他生活的环境特别脏 那个可信嘛 那个不可信 该招河里死 井里就淹不着 你就不用信那些 那我也没说啥 你们吃呗 我不吃啊 我 我 我大胆的 你能说我们还能吃了吗 不不 我大胆地推测一下 你不要孩子的原因可以吗 你是不是觉得生出来孩子 有可能他不健康 对呀 就是我其实挺喜欢小孩的 就是我原来是做幼师的 哦 所以就是天天跟孩子在一起 其实是挺开心的 但是你说吃的东西 环境各方面都不好 现在有很多孩子 就是生出来都是有问题的 就算是没有问题 生一个健康的 你说生一个 要是生个男孩吧 我也会操心 你说他要是学坏了呢 出去打仗呢 我是不是给赔钱 然后我要是生个姑娘呢 你说早恋了 各种问题 就这些东西都应该考虑一下 我觉得 那你还不想挑 挑是把你当大官呢 好看 有几个当大官的 你生活中有几个当官 我还想当大官呢 好好好 哎 你们俩 现在谁不想跟谁过了 能告诉我吗 我不想跟他过了 你不想跟他过了 对 为什么呀 就是我跟他在一起太累了 我一直以为他不想跟你过了 我恍惚了吗 你说说你不想跟他过的理由 就是我跟他在一起太累了 什么时候我都给操心 不是 你 然后他自己出门的话 我不放心呢 你说他什么都不知道 我就给老师打电话 他老师嫌我烦 我俩老师因为这些小事 就挺高兴的周末出去一趟 在开车能干账 逛超市也干账 他从来都不承认错误 你还想跟他过呀 对呀 好不容易娶回来的 你这理由也挺怪的啊 爱他吗 爱他 你觉得他不对吗 我觉得不对 不用这样 生活里边需要点阳光 不是 那你就听他的呗 那总这样不累啊 也是啊 难怪你累得这么瘦啊 老师们你们看看应该怎么办吧 一起进入丘比特问卷 这位女士 所以你现在身上的存在两个问题 第一个是 我们都知道缺乏安全感 这个安全感呢 现在每个人都有缺失 但是呢你呢 我觉得稍微有一点过分了 当你不能缓解安全感的时候 你的内心会非常的焦虑 焦虑会直接导致强迫症 你经常有锁了门之后 走了 然后回来一想 哎呦 我锁没锁门 煤气关没关 插销拔没拔 有没有这种经常这种情况 对 这就是强迫症的一种体现 这个就是因为你生活中 可焦虑的东西太多了 思想上太紧张没有缓冲 还有一个问题你要反思 你希望它能为你改变 但是我想问 你们 你刚刚说 开车你们也干账 买东西也干账 什么什么都干账 对吧 哪条是它引起来的呢 我说的它不听呀 对 所以说大部分是您引起来的 因为你把你的不安定的因素 强加给它 这就好像你跟 比如说我们吧 咱们一块出去玩 你说我要去那照相 我马上说别去那 一会咱们去那 跟那个人去交往 别 那人是个坏蛋 你就会发现安全感 把你束缚得寸步难行 它就是这种感觉 对吗 先生 对 对 对 就它跟你在一块儿 永远都是一个不安 社会上处处都有恐怖分子 事实都跟自己作对 就是它的这种生活 就完全都被你的精神给摧毁了 它享受不到安宁 享受不到快乐 时时刻刻陪着你一举 第一方有坏人出现 有不好的事情发生 谁愿意这样生活 所以他必然要反抗 我们现在所有的人内心中 都有一些心里的压健康状态 安全感的缺失 焦虑感 欲望很难实现 心绪不平衡 忌妒 很多很多的这样这种情况 所以我觉得你得正视自己的这种心理和心态 我就说到这儿了 谢谢 谢谢 谢谢阿牧老师 来 白老师 这个姑娘 你为什么会要离婚 这点我特别能理解 因为在我的咨询室里边 像你这样提出离婚的 大批的在 而像他那样还坚定的不离婚的 也大批的在 因为你自个儿一个人活着都很累 但是当这个人进入到你的生活 把你的规则打破了的时候 他把你的内在的焦虑完全地呼唤出来的时候 你会累上加累 所以你宁肯让自个儿一个人去忍受孤独 也不愿意让旁边有一个人老时刻 把你不愿意看到的那种危险的世界 呈现在你面前 所以宁肯选择我离婚吧 算了我一个人就一个人吧 但是当你真的去处在那样的一种 孤独的状态的时候 你会进入到一个恶循环 因为你会发现 你自己在这个世界上 等有一天爸爸妈妈也不在了 兄弟姐妹也不在了的时候 你会发现在这个世界上 你内心的那种脆弱匮乏 是没有任何人能够呼应你和支撑你的 到那个时候该怎么办呢姑娘 所以我们不能够去贪图眼前的这种 省事图省事 就会给自己制造更大的麻烦 你们俩要想办法去面对 怎么面对 我觉得可以去看一些心理学方面的书啊 或者找一些心理老师啊 心理问题绝对不能够等同于精神类疾病 即便是精神类疾病也和道德和耻辱和什么这些荣耀 没有任何的关系 它就像发烧感冒一样 没有任何的应该被去嘲笑和值得羞愧的地方 但我同意你们两个人现在不要要孩子 因为你们的焦虑会让孩子感觉这个世界危险无处不在 这个世界没有一个好人 但是我们这个世界是充满了阳光 充满了友善 充满了各种各样美丽的画面的 如果你不能够你们不能够去做到看到阳光的话 你们传递给孩子的就会是阴霾 有孩子是一个特别美好的状态 但是一定要在你做好准备的时候 而这个准备就是你能看见阳光的那一刻 谢谢 好 谢谢白老师 来 图老师 如果是心理上的问题我是无法帮助你的 但是我也是个强迫症患者 我曾经强迫症特别厌制 我母亲由于瘫痪 长期待在家里 她每天在晚上八点钟睡觉之前 一定要让我帮助她去完成一件事情 就是跑到厨房里去转一圈 干什么呢 那时候不是煤气管道 是煤气罐 你看 这罐好了没有 这水中头你看地水了没有 冰箱摁几遍 罐好了没有 我曾经因为母亲的影响 我强迫症也非常的严重 包括像这种上去关门这种事 抽屉 锁好了没有 等等等等 包括这个东西一定要非常整齐 我也曾经是一个非常严重的强迫症患者 确实非常累 有的时候不是反 不是上去看一次门 要看几次 还得叫别人帮我看看 是不是做好 以此为证明 但是在通过一件事情之后 我得到了很多环境 就是我创业失败 当我创业失败了之后 我一分钱都没有了之后 当重新慢慢慢慢 再走上正轨 生活走上正轨 人站起来之后 你就会发现 所有的事情坏到底 不就是个一无所有吗 人坏到底不就是个死吗 但是 只要爱在 一切都在 只要家在 一切都在 这是最重要 所以 今天你应该感觉到 万幸就是不是他提出来 如果他已经受不了了 他要走 你就真可怜了 还好有他带给阳光给你 给家庭充满希望 不过有一点我是挺赞同的 不要要孩子 现在不要 其实我现在感受到 我母亲当初的那种情况 给我带来的影响太大 但还好我遇上 我老婆这个没心没肺的女人 这个阳光灿烂的女人 给我削减了很多这种焦虑 所以他就是你的天使 他在 他坚持 你有什么可以不坚持的 你已经很幸福了 好吧 至于心理方面的问题 你找专家就得了 好好过吧 我希望你能开心起来 你愿意的话 你会看到满街都是笑脸 你愿意的话 你会发现 任何一个事情 都是两个角度 你想让他坏的时候 他真坏 你把他想好了 他是真的好 眼光一些 好吗 开心一点 好了 一起进入黄金60秒 媳妇 刚才各位老师也都说了 这个生活需要阳光 你要是离开我的话 你的生活会更暗淡 所以说 你一定要跟我好好过日子 我以后也尽量听你的话 我们一起克服这个 好不好 我就是 我听了专家们和老师 说我可能是问题 在我这 可能是我平时 我一直以为 我这是正常 你是不正常 但是我以后尽量 给我点时间 我考虑考虑吧 我会尽量的吧 我也不敢说 我一下子就能 那么好 亮灯吧 两位请回吧 这大概就是生活 一对夫妻 因为妻子的 特别焦虑的情绪 给婚姻带来了一些 不确定性 或者说一些不稳定性 我们在现场 也做了很多的 这个分享 我相信谁都是 渴望阳光的吧 最后来看看 他们的选择吧 来 请开 来 太阳 你还不赶紧去拥抱你的太阳 太阳还悠悠的 抱一个吗 来吧 有请我们的小花童 我们有请 好 来吧 接下来我们看看 太阳是怎么浪漫的 各位请见证 媳妇 其实我一直都深爱着你 我们没有原则性的错误 只是我们的看法不太相同 希望在今后的日子里 我们互相扶持 互相关爱 互相照顾 然后把我们的生活过得更好 然后你也多多包容我 我也尽量听你的话 好吗 要保识意备识 谢谢 开心点 凡是玩好的层面去想一下 多好啊 我觉得我的女朋友 个子很高 样子很美 远远地望去 她就是我的一个女神 可是每当我靠近她的时候 她的样子却让我感到很陌生 她还无法理解我的玩笑 我觉得她老是开一些 特别不适合情谊的那个玩笑 这对我当时伤害特别大 因为你根本就不知道 她哪句话是开玩笑的 我的朋友都能理解这世玩笑 为什么她不能理解呢 每次她都是特别委屈的一副样子 然后我觉得这样下去 我根本就没办法跟她沟通 然后也没办法跟她在一块 我特别希望 我们两个能敞开心扉地沟通一下 然后更幸福地走下去吧 这标题是不是一句歌词啊 所以说写爱情的歌真是多啊 你要找一种情绪的时候 你总是能在歌曲里找到它 让我们掌声请出这一对 因为开玩笑而要分手的情侣吧 掌声有请 男嘉宾小冬24岁来自唐山 是一名修寿 女嘉宾小蕾23岁 同样来自唐山 是一名学生 来 有请 有请两位有请 为什么要跟她分啊 开什么玩笑啊 怎么了 就是她特别爱开玩笑 她开玩笑的方式 跟别人都不一样 就是咱们可能平时 别人开玩笑吧 都是嘻嘻哈哈的 就明显你就能看出来是玩笑 但她根本都不是 她开玩笑她认真地 一本正经地在那跟你说 那你说谁知道她开玩笑呢 有一次你知道吧 就是我问她 我说那个 你以前交过多少个女朋友啊 然后还在那 那我数数吧 然后那想了半天告诉我 根本都数不过来 这样的话我肯定会不高兴呀 然后她就从那跟我说 那个我跟你开玩笑呢 这你也相信 然后我就觉得 怎么能这样呢是吧 就是你就好像我物理取闹一样 那你明明认真跟我说的对吧 那我为什么不能不高兴啊 她不喜欢这样就别这么开了呗 那你她这样问我 你说我怎么回答呢 我回答她也生气 我不回答她也生气 你不能凡事都开玩笑吧 那总有正经的时候吧 那我是认真的你看不出来吗 我认真的跟你说呢 你就跟我开玩笑 就那次我们两个一块去吃饭 然后她带我去见她的朋友嘛 然后我们就刚一进那个包尖 但是我第一次见她那个朋友 我之前都没见过 然后我刚进去 然后她就介绍说我是她女朋友 然后她那个朋友就说那个 你怎么又换了一个呀 人家肯定是就开玩笑的嘛 这个我就笑笑就过 不一定是开玩笑 也许昨天带的是另一个 反正然后我就 你这次应该当真的听姑娘 我就我就没往心里去 然后人家她回来人家 也就去说啊那个 就是这个还不如上次带的那个 那没准过两天我还行欢呢 她就那样说 那你说我心里能好受吗 那你当时没给她大嘴巴吧 那我当时我就走了 然后人家追得不追 原因是这样的 我们关系很好 我们就是说我跟我哥们 一直就是爱开玩笑的 爱扯淡那种 然后我就没觉得她会这么生气 就算你再生气的话 你也不能把我自己抛那 然后自己就一句话不说就走了 那你说出那个话来 是谁谁不生气吗 那女孩转身都走了 你看不出来我生气了吗 那我第二天不是找你了吗 你第二天找我 你当时干嘛去了 我当时吃得挺晚了跟她 然后我以为你休息了 那还是我不重要呗 但从这件事情来说 我个人认为这绝对不是开玩笑 这完全是不尊重 你这么说真的很伤她的自尊 而且就算她发脾气发得很大 你真的爱她 在那个瞬间你应该去追她 而不是跟你朋友坐在那吃饭吧 还有就是我就是学生嘛 然后偶尔我可能做个兼职模特啊什么的 然后我最近就体重胖了些 我也就跟她说了两句说 我可能要减肥 然后我 但是她就就是就从那之后 你知道吗 我一吃饭她就说我胖 我一吃饭她就说我胖 那一就是我那 你都这么胖了 你咋还吃呢 你就不知道就不吃 你都快胖成了 不是那你管得住自己的嘴巴 那那我吃我已经克制了呀 我有时候就不吃饭了 我都吃水果了 那我吃水果的 人家怎么吃水果的 你怎么吃水果的 普通的女孩 人家比如说吃樱桃吧 吃西瓜吃一两块 或者是吃一小碗樱桃就OK了 她是自己抱一个大西瓜 在那挨着吃 吃完了 然后自己还有一塑料袋樱桃 然后自己再吃 你说有这样的吗 就一直吃吃吃 她是模特 而且对身材啊 就是说要求很高的 近期她的一些那个商家 可能就是说嫌她身材啊 就是没通过 然后她就很不高兴 很不高兴就是 一直在找我抱怨 那你这样 我一吃饭你就说我怕 你总无时无刻不在说我怕 那我就高兴了 那我怎么不对别人说呀 我不是关心你吗 那你有其他的方式关心他吗 我觉得就是最直接的 就是最好的 她微信好久也特别多 跟女生的聊天 就是每次我都能看见 然后我就问她嘛 我说你微信里这女的都是谁呀 然后她说什么 那个备胎呀 万一遇见比你更好了呢 就这么说 那你说这个 我跟你说过多少次 那是客户 实在你问的我不耐烦了 她这么说的好吧 那我不应该问问吗 那你微信里全是 跟女生的聊天 我问问不对吗 那我就是这 好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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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